七个先遣队员早上留在酒店 中资检查机构华大基因旗下访问 实验室的四个代表 还有华星诊断中心的董事胡定毓 和先遣队开会过几钟之后离开 刚刚跟那些人员讲了些什么 据了解先遣队员定礼拜一行程 会参观卫生署和医管局的发验室 了解本港检测流程 都说早上临时取消参观行程 全日留在酒店开会 都说武汉帮手做检测的支援队 对长余德文接受新华社访问说 会帮内地在香港的三间检测机构 提升检测量 现在有华大 有凯普 有金玉 三家检测机构是特局政府批准的 有资质开展核酸检测的 我们主要是了解清楚 他们的场地 室备 工作的流程 我们人员过去以后 可以尽快地进入这个角色 尽快地开展核酸检测 他说香港目前每日 只是做到大约一万个检测 不足以应付防控需求 三家内地的机构检测量 大概一天再两到三万 内地派出这个核酸检测的支援队 跟内地的机构一起 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提升检测的能力 例如每天的检测通量 起码要达到十几二十万 甚至更多 在内地协调家广东省委建委交流处 处长张宁说 是否全民检测要由特区政府决定 支援队会跟食卫局和医管局开会 了解他们的需求 香港多个专家都认为 全民检测要在四日内完成才有用 但就需要大量人手 卫生署就说做全民检测有困难 也担心医院或者隔离设施承受不了 郭永音报道 香港会不会做全民检测 卫生署认同加大检测量 有助找出隐形病人 但要全民检测未必得 七百万人一起检测 看上去就好像有点困难 当然大型检测就会容易找到 一些隐性的患者 可能可以容易将他们早点送去医院治疗 当然都要考虑我们是否承受得到 转家说检测要做得快过病毒传播速度 即是四日内要做全港的人才有用 就算内地有人来香港处理 那个超级的病毒化验工厂 我们不是动员到人 去每天收乘200万个样本 那自愿做又行不行呢 另一个专家说 如果不在黄金时间找到病人 再多检测都是白做 有些所谓残余的病毒 就可能维持成12个礼拜 你找到它 其实都不帮不了你斬断传播链 政府委任的专家之一 许树昌说 志愿做难保个个肯做 成效成疑 当你仍然有一大批人在社区 是没有去验 它仍然都是自由活动的 那个病毒仍然都在社区那里扩散 有目标这样去做 可能失衡性又高一点 还有经济效益又高一点 许树昌说如果扩大到检测量 在疫情受控之后 可以考虑为安劳院社的人定期做检测 尤树昌连次记者《国荣恩》报导 一手掌握尤树昌新闻